台南麻豆总业和风文化季周日开幕 除了安排系列活动走秀外 还有日本群马县传统工艺特展 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欣赏日本精致工艺的特色 同生之和服走秀充满浓浓的异国风情 总业和风文化季隆重开幕 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 日台交流协会代表 以及群马县产业经济部市长范总良等人都来参与 今年我们是跟群马县进行文化交流 总共有57件产品 群马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离东京很近 所以大家如果搭飞机到东京 大概一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群马了 那是非常好的地方 今年是和风文化季办理第12年 这次群马县总共带来57件工艺文化作品展出 包括童生之 一世奇崩 童生横正刺绣 高崎达摩等 都是彰显群马县精湛技术的工艺品 群马的十几种的国家级的手工艺品 文化作品来到台南总业文化中心 包含了我们的童生之 包含了我们的一世奇之品 还有包含我们的手工的这个藤刚鬼面瓦 还有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木戒子娃娃 还有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达摩 文化局表示 群马县蝉丝产业在日本是首屈一指 被誉为丝绸之香 还有著名的藤根鬼面瓦 佳叶山天狗面具 群马木戒子 西上州猪皮鞭 自信四烧 上州高崎助燃手精 真名木木人形等工艺品 值得民众来一探究竟 新唐人亚台电视石敬旺 林佩云 台湾台南报导